今天是3月10号 我们来看一下券商 收盘是破尾杀跌 今天还是放两杀 跌跌冲了60线 那么接下来怎么办 我记得昨天跟大家说过 盘中有低点有急杀有急跌 可以去抄底 但是可能很多朋友说 我抄底也亏钱了 那么你在这个位置抄底亏钱 该怎么办 下周会怎么走 还有就是今天杀跌 到底是哪些票在杀 这些票如果被套了 该怎么去参与 或者说下周该怎么办 如果你对券商板块 把握不住了 看不懂的只是一天 其实在昨天收盘 我就跟大家说 券商已经到了一个什么 关键时刻 重要支撑位60线 这个号称生命线 今天它确实是在60线附近 下午大家看一下 在这里出现一波拉升 在这里迎来了一个资金的抄底 这是有一波资金在抄底 而且放了量 但是又被打下来了 那这里打下来是什么原因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属于 大盘的影响 就是说 券商他想在这个位置 迎来一个抄底资金的抄底反弹 想把大盘给带上去 但是人气太差 还有就是今天空方力量很强 主要是因为有多个因素 一个是外围的市场大跌 还有一个是信息的一个落差 导致的 那我告诉你 这个位置该怎么办 其实下周反弹的概率非常之高 也就是说在60天线这个附近 你不用怕 不用慌 下周反弹的概率会很高 哪怕你在这个位置抄底的朋友们 它跌冲来60天线 后期冲到60天线这个附近 给你解套的这个机会很大 很大 所以大家要注意 只要你不要急拉去追高 问题都不大 那在前面也跟大家说过 尤其是在这段时间 跟大家说过 对吧 我说券商在这个位置 属于一个高危压力区间 在这里震荡 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 逢高减仓 逢高出货 但是急拉的时候 千万注意不要去追 很多人做反了 这个位置 杀这个位置去追 那你先看一下 这个行情是不是明显的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吃灭的行情 记住啊 下周在60天线这位置 可能会迎来一个什么 迎来一个多空商风的一个决战 但是不管你怎么决战 这个位置 后期肯定要冲 只不过看你怎么去选择 好 既然杀了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是谁在跳水杀跌 那这些票肯定就有人追高的 或者说有人是套住的 那么这些套住的票 该怎么办 跌的最多的是中国银河 东方 国金 东北国园 东吴 跌幅都在两个点以上 但如果你仔细看一下这些票啊 其实几乎都没啥特点 这些票的话 除了东方证券 是人气票以外 其他票近期表现都比较一般 还有就是大家看 广发证券 跌幅也算是相对的说靠后 对不对 那接下来怎么办 这些票套住的 要不要割肉啊 这是大家最想问的 我们看一下中国银河啊 中国银河今天跌 其实我倒是觉得这个跌是很合理的 可能我说很合理 不少人会有意见 那我们来看他的一个位置 对不对 他的位置 大家是不是发现了 这是一个底部的 这是一个什么 压力位的 现在大家是不是发明了 是不是明白了 这是底部支撑位 这是压力位 这个是什么位 中间位 我一直强调大家 注意什么 小心什么 中间位啊 尤其是这个位置要小心 他因为是十字路口 上可以下可以 以后你做错了 那你想想 他就往下杀 这个时候你就不套住了 就像这种票啊 这种位置啊 大家以后就记住啊 上高不高 低不低的 这种票一定要小心啊 因为你不知道他会怎么走 你也不知道他后期啊 跌幅会有多大 可能很多人说 跌幅已经很明显了 是不是 下面支撑位附近 那你想想 如果到支撑位附近 下面多少 9块多 9块1左右 对吧 那你在这里 现在多9块5 是不是还有四把鞋空间 还有四五个点的空间 所以说你看你怎么选啊 当然从技术方面 说这种位置是 是吧 朋友们要注意啊 后期反弹反抽啊 反车反弹 拉到上面的高位附近 要及时的撤退啊 及时的跑路 东方证券 跌幅不是特别大啊 跌了2.2 但是这个票的话 已经破位了啊 破了六四天线 是不是啊 昨天还跟大家说 六四天线 可以考虑低吸博弈 但是今天破了怎么办 要不要割入 可能会有朋友问 其实你短线做个撤退 也不是说没有道理 可以啊 对吧 也就亏两个点嘛 对不对 这个可以抽退 等到他起稳的一个信号 他要不继续往下跌 对吧 好 如果继续往下跌 跌到下面这个附近的话 那么你跌到这个附近的话 你就继续抄底 继继续干 他如果说啊 在这里赢了反弹 又战胜了六四天线 那么你在六四天线附近 也是可以去再次博弈的 那一旦他站稳了 想想连续反弹 是不是可以给你吃到肉 吃到肉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一小不大 做错了 及时撤退 亏损一到三个点 做对了 可能这一步反弹 超过十个点 那就想想 是不是能够吃到肉 可能啊 我说起来简单 做起来很难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人他做不到 就比如说在这个位置 六四天线 是个位置 超级的朋友 今天发现不对了 他不止损啊 不会做止损 不会做止损 那如果你这里没做止损 下周继续跌 继续跌 连续跌两三天 你受不了了 好 在这个位置 你直接割掉了 割掉把它就反弹了 可能说他亏一两个点 两三个点 无所谓 对吧 他不想割 结果亏了六七个点 八九个点了 直接割掉了 一割掉 他又反弹了 反弹后他又追 很多就这样子的 亏钱就亏了在上面 所以大家在操作上面 要注意 像东方证券 他整体的股性是很活跃的 他股性是 在券商里面 是属于那种比较活跃的 然后他位置又比较低 还有他潜力比较大 所以大家记住 越是往下走 越是往下跌 你越要注意 越要去什么 考虑低息博弈 尤其是在前期 这个支撑位附近 这个附近 你可以去胆子大一点 可以去做个博弈 做个跟踪 这个没有毛病 没有问题的 记住这个节奏 因为他有预期 就是说他的财富管理 这块做的比较好 一旦券商发力的话 他的潜力是比较大的 国金正确 跌到有点多 连续几天 破位杀 大家看一下没有 自从跌穿了这个60天线 就连续下错 现在大家是不是明白 听到我刚才说的话 我刚才跟大家说 说什么 我说你如果在60年线 这位置 这位置去抄底的 对不对 我说发现不对了 你个及时撤退 亏损的话也不多 一到三个点 都是没问题的 但如果你不撤退的话 你想想 这里连续下跌 那么你可能不是三个点的 可能是五个点 甚至超过五个点了 但如果再跌的话 就到七八个点了 所以说你这个事就受不了了 你就要考虑割肉了 好你割肉 他又反弹了 大家觉得是不是 所以记住啊 以后这种强支撑位 一旦破掉以后 要考虑及时的撤退 反正亏损不大嘛 那这种票接下来怎么办 也没有必要太过担心啊 前期这个是第一位的一个支撑位 大家看一下 在这个位置大概啊 这个位置在8块5左右 8块5左右 现在是9块8块9对吧 还有4毛钱 也就四五个点 如果再跌四五个点的话 那这个票差不多就跌到位了 这个是可以考虑做低息 做潜伏的啊 做博弈的 还有这个票是属于小票券商 它有优势啊 然后又有定格重组预期 所以大家在操作上面要注意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广发啊 这也是头部券商啊 广发证券也一样的原理 跌穿了六四天线以后 持续下锁 但我倒是觉得大家要注意了 广发随时都有可能迎来直接反弹 前期的强支撑位就是在这个附近 是不是啊 那这里是多少 15块1啊 15块1 现在是多少 15块6啊 还有多少 5毛钱左右 对不对 5毛钱 也就三个点到四个点 也就是说 它如果再跌三个点到四个点 就到了强支撑位了 这个时候是在这个附近啊 是可以去做低息 做博弈的 也就是我在前面 也跟大家说过这个式的一个原理 在这个位置 你在六五天线 这位置去抄底的啊 跌穿以后 你也及时撤退 撤退一下 我就等到这个位置再去低息 这个节奏就没错了 如果你在这位置不撤退 你想想啊 这个位置是多少 16块3左右啊 16块3 好 他如果你在位置不撤退的话 跌到这里来 这里多少 15块1 对吧 15块1 那就是1块2 1块2的话就大不多 差不多啊 大多是吧 8个点了 对不对 8个点就没了 所以在这个位置 往下调整有8个点了 那你想想 你在这个位置 其实撤退的话 你是不避开这个调整了 所以才能整个的走势来看 跌到下面的支撑位附近 就是机会了 因为他本身这里的话 就是几年的一个大底附近 你想想 在这里后来 赢了超跌反弹的话 不就吃肉 吃到大肉了吗 大家觉得是不是 还有啊 大家看一下 作为次新票的财达 今天也是跌的比较多啊 跌的比较多 但是这个票的话 在前面两天我就跟大家说过这个事啊 到了这里 是前期的低点附近 走吧 几乎是快跌到位了 这个时候 你就不能盲目的撒跌了 不能盲目的做空了 这个时候是考虑要什么 要低息上车了 这里随时都有可能迎来超跌反弹 超跌反弹的话 这个位置是高位压力 朋友们啊 这么看吧 这里是前期的一个低点 这里是前期的一个低点 这里是上方的压力 现在倒是什么意思吗 这里是第一个支撑 这里是第二个支撑 是不是 所以这里已经跨到支撑位附近了 支撑位附近是可以去做博弈 做跟踪的 后期反弹的话 容易迎来大路 或说迎来大幅度的反弹 记住啊 这个位置你看了 这里大概在7块8 这里多少 9块2 9.2 7.8 是不是啊 一块头前的空间 十几个点的空间 所以你做对了 不就吃肉吃大肉了吗 做错了 这个位置 做止损亏损也不大 很少很少 是不是 所以像这段票的话 大家啊 要注意的 短线几乎调整到位 随时都有可能迎来超跌反弹 如果你从这几个下跌的票 你是不是发现 其实券商整体跌幅都不大 只不过他们是在延续破位后的一个什么 持续下跌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呢 券商在这个位置啊 随时都有可能迎来超跌反弹 中午的时候 还有朋友跟我说 奥阳先生啊 你天天讲券商 但是我告诉你啊 你的很多粉丝是吧 买了券商都亏钱了 其实亏钱是正常的 尤其是在这段时间 如果你听懂了我的节奏啊 听懂了 我觉得大家应该不会亏钱 我记得在这段时间讲的特别的仔细 我说这个位置是什么位置啊 高位压力去接 高位压力去接是代表什么意思啊 代表着他有压力 代表着他有风险 所以我一直强调大家 这个位置你千万千万注意 不要去追高 尤其是在这个位置 我记得有当天 当天啊 从高回头的时候 就有两三个朋友跟我说 我又追高了怎么办 我又被割入啊 说真的 无语无语啊 所以大家记住啊 以后碰到这个情况 我再说一遍啊 就是说他反弹到了一个压力位区间啊 这里是压力位区间 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冲高回落 所以你去参与的话 不要去追 不要去追 可能啊 十次也那么一两次啊 他是会冲过去的 一次到两次 那你想想 十次有八七八次是失败的 你为什么去博这个概率呢 这个概率是不是很低很低呢 所以大家记住 这里的话 压力区间一定要小心啊 当然到了这个强支撑位 你倒是可以去博的 这个位置可以去博的 不错了 这即时出来 做个止损一到点二点 也没关系啊 不对了 你想想这里赢了一个大反弹 是不是可以吃肉 甚至有机会吃的大肉啊 所以对确商板块 近期 大家没必要再去杀爹了 准备迎来反弹的良机啊 反弹吉拉 不是追高的时候 又是大家减仓的时候 好 这期视频 我们到这里就结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